当传统的瓷砖遇上了数位化的时代 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全新面貌呢 透过数位的工艺印刷表现 让瓷砖从功能性的产品进化成装饰性艺术品 形塑出千变万化的风貌与崭新的观感 让瓷砖不只是瓷砖 也变成画时代的科技行轨 当蒙娜丽莎的微笑出现在居家环境中 您会相信这不是画作 而是数位印刷的瓷砖吗 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数位喷墨壁砖 那数位喷墨它有一个特色 它是可以用比如说相片拍食材的纹路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用喷墨印刷机 然后喷出我想要的食材纹路 然后喷墨印刷它有一个特点 它有纹路不会成敷 数位喷墨它克服了一个 因为以往都是那种滚筒印刷 滚筒印刷是它接触面 像如果比较立体的瓷砖 就没有办法印到就是垂直的那个部分 所以它克服了传统凹凸凹凸磨面的限制 然后也可以克定比如说喷出像这种蒙娜丽莎的一个图腾 我们冠冠建材在今年度有荣获台湾清瓶奖的产品 第一个它的一个解析度非常的高 传统是它的解析度大概只有100个dpi 但是运用这个数位化的这种方式 它的解析度可达360dpi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纹理的这种呈现会解析度非常的高 有别于传统的网板滚筒的瓷砖印刷技术 数位喷墨印刷技术能逼真的让数位照片画面自然材质印刷在瓷砖上 图案及色彩不再受到设备及工艺的限制 我们这种纹理它可以变化非常的多 传统式的它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去做变化 但是在数位化之后只要你输入多少的画面 多少的图面它就可以再转映在我们瓷砖上 所以它的变化会非常的高 它是非接触式的印刷 传统式的瓷砖印刷上是要跟瓷砖接触印刷 但是数位化之后它的印刷方式是非接触式的 用喷射的方式喷在我们的瓷砖表面 所以它有不管它是凹凸或是不平整的表面 都可以做印刷的工作 数位喷墨的技术让瓷砖各种凹凸面和斜角面 都能够产生印刷上生动的纹理 衔接面也更加自然 在瓷砖的铺贴效果上 更具气势与风格 它可以让我们瓷砖生产的所有材料 它可以节省 只要运用油墨 它就可以生产不同的瓷砖出来 有别于传统需要制作软板矽胶 这一类的材质 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材料 达到环法的意念 也因为它的解析度高 它的立体非常的鲜活 所以在产品开发上运用就更广了 比如说我们的木纹或瓷材 直接用瓷砖就可以取代的 不用再去砍石材或是砍伐木材 来运用在我们的建材里面 直接可以取代 也可以达到我们这个环保 这个节能减碳的这样一个方向 而数位喷墨技术的出现 最具革命性的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瓷砖业生产消费的模式 以往瓷砖厂商开发产品花色 必须大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 而顾客也仅能 从厂商现有的花色中选择 数位喷墨技术 使少量个性化生产成为可能 消费者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图片和照片 印刷在瓷砖上 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风格的生活空间 未来的瓷砖是已经到数位化了 也就是说这个瓷砖的生产 瓷砖不再是传统的一百亿眼 它一定是往数位化的方式去做 去做 只是它要如何将原来的素材 让它变得更逼真 更鲜活 拟真度更高 所以在设计上的运用跟材质上 是未来在数位运化技发展里面 必须要去注意的 也是要去加强的部分 持续创新是自1972年 创立至今的冠军建材所自我要求的 坚持生产最高品质的瓷砖 也是多年来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不断成功的原因 那我们冠军建材一直以来的 瓷砖的概念就是 以生产最高品质的瓷砖为我们的目标 那也以我们诚信为本的 这种经济企业目标来执行 所以一直以来创办人开始到现在 那公司的一些企业精神里面 是朝这样的方式去执行 那我们公司的企业院景呢 是以新通路架构 服务升级以及创新 为我们冠军建材转型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竞争力是让我们的产品 让消费者能够有更好的选择 也更加的一个力气 所以冠军建材就是让 最主要的企业这个宴景就是 让瓷砖做得好还要更好 那做要做第一这样 第一的光环并不是那么容易取得 如果没有努力 也不会有今日的成果 那冠军建材从1972年 由创办人林田村所创立 那当初创办人会把我们的品牌 定位为冠军 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瓷砖 能够做到业界第一 而且它的品质跟产品的 跟服务都要做到 比业界同业更好 所以我们取名为冠军 这个最主要我们的品牌的故事 跟特色是这样的浏览 那事实上我们冠军建材 40年以来 一直都是朝这样的方向去执行 那目前也是占瓷砖业界的第一名 市占力占达30几台 所以我们冠军建材 现在还是朝这样的方向去执行 在瓷砖的研究开发上 事实上在国内的这种环境下 事实上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瓷砖所需要的设计的燃材 以及使用的原料 甚至于这种设备 在台湾的环境里面 并不容易取得 尤其在设计人材的部分 那大部分的年轻人 都是往这个所谓的 比较现代服务业的设计 属于传统制造业的设计部分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乡下地方 事实上比较难以取得这样的一个燃材 那在原料上又受到先天环境 台湾的这个原料取得更不容易 那大部分是进口 那因此在整个瓷砖的设计跟开发上 确实碰到了蛮大的一个瓶颈 那尤其我们现在的瓷砖 要开发这个仿这个擬震度更高的一种建材 那所需要用的一个设备跟原料 那更需要但是以现阶段这种环境里面 并不容易取到 这是目前我们在瓷砖开发上 碰到蛮大的一个瓶颈 当然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停止了开发 所以在公司方面 就是以积极地去寻求一个配合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跟就近的联合大学 这个材料跟设计系 都有搭配做产品的一些开发 那在这个国内外的展览 我们在原发部门同龄都派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针对这种瓷砖的开发上 希望能够在这个精进 那也是目前在这个冠军建材里面 针对瓷砖开发上 比同业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开发上 来获得一些消费者的认同 那当然还不够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在积极地去做努力 让这个瓷砖成为我们室内建材 整个使用的这个空间里面 能够更多样化 让消费者能够更多的选择 因为瓷砖只有一辈子 是一辈子的选择 跟其老婆一样 所以我想未来消费者 应该要胜选瓷砖 努力的永远还是不够 这是冠军建材能够成为 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的主因 除了研发下足苦心 好还要更好的心态 值得我们学习 未来瓷砖的这种经营上 当然除了现有的环境要突破之外 从人员 从这个所谓的产品面的部分 如果去突破 那开发更贴切于 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更具有一些功能性的产品 让消费者能够选择 而且能够获得 这个消费者认同的产品 这是我们在发展上 必须要去执行的 从品质上的坚持 研发上的投入 到未来的经营理念 不同的方向 却都是一个企业能够成功的原因 进入 明镜需要导ters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了